再来关注加拿大的两名公民 康明凯和迈克尔曾经因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而被逮捕 在获释回到加拿大两年之后 迈克尔近期承认涉嫌在华从事间谍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9号在记者会上回应称 家方污蔑中方搞任意拘押完全是混淆是非 迈克尔和康明凯在2018年因涉嫌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 2021年9月获释离开中国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 迈克尔近期称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向康明凯分享了涉朝鲜的敏感信息 康明凯随后将相关信息提供给了加拿大政府 及其他五眼联盟国家 导致二人被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回应称 奉劝家方尊重事实 停止误导舆论抹黑中方 康明凯迈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 中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 家方污蔑中方搞任意拘押 完全是混淆是非 倒打一耙 家方编织的谎言 经过时间的发酵 最终被事实戳穿 家方所为 完全是旧有自取 日本驻华大使 锤秀夫28号探望了今年3月被中方拘留的一名日籍跨国制药公司高管 这也是日本驻华大使首次探望被拘留的日本公民 王文斌表示 这名日本公民设限从事间谍活动 中方依法采取形式强制措施 中方按照有关的国际公约和中日领事协定相关规定 安排日本驻华使馆官员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领事态使 该日本公民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被中方有关部门依法采取形式强制措施 中国是法治国家 依法处理有关案件 也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各项合法权益 而在缅北军事冲突持续升级 王文斌重申 中方始终尊重缅甸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支持缅甸推进和平进程 任何挑拨中缅友好关系的行为都不可能得逞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